刚刚的东西云端白板上面也有 我们刚刚用到Curln跟Raw Curln其实就是取得 你目前储存格所在的 蓝是在哪一蓝?它是一个数字 Raw是在哪一列? 因为我们利用这样的原理原则 就是说它基本上都在1到7蓝 然后它每下一列就会 需要加上 7的倍数 特别注意 这一个公式其实还蛮好用的 以后如果你要产生一个动态的表格 都可以利用类似的概念 像我们后面有范例 也会配合把这个 公式 再配合index 也可以做出我们要的效果 index、match等等 所以 我是建议如果你对这些函数不太熟练的同学 一定要多花一点时间练习 因为 这些都是基础 如果你现在想要提高效率 就可以巧妙的把这些函数 通通用上 那自然可以把 我们的问题快速解决 第2个部分就是 我们用到的那个 哪一天 特别注意 以后哪一天 不是叫你串在一起 当然如果你把它串在一起 比如说 这个2015年的 12月1号 你可以把它串 串在一起 其实 把它当文字也OK 可是如果你把它当文字 将来 它就是一个文字 而不是一个日期 所以如果一个标准日期的话 记得用那个 Date函数 下个月的 这个同一天的话 那就是用 E-Day 然后呢 这个月 就是 这个 下个月的第一天减1 取得日 就day 然后weekday 等等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 其他我这边有提到 如果你 你不要用 E-Day的话 你也可以另外用一个叫 E-O-Month 其实E-O-Month 它就是一个缩写 End of Month 也就是说呢 这个日期 某个日期 的这个月份的最后一天 也可以用End of Month OK 也可以得到 所以方法二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 要解决几个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呢 这个这个是 多的 就是呢 我们要让他 得到就是我们最后要的结果 什么样的结果呢 就是 E这个数字 应该要放在 礼拜 礼拜几 应该是放在礼拜二的位置 礼拜二的位置 然后呢 如果我 还有这个月 是有几天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理论应该把 1 放在礼拜 2 的这个位置 OK 就是1 放在这里 那这边的话就变成 0 这边就-1 OK 所以呢 可以跟这个有关系 第一天的位置 那 再来的话呢 这个月的结束 所以理论上结束应该到30 31以后的 这些呢 就不应该显示出来 那我应该要怎么做 才能够达到 这两个效果 第一个我们先让他 1 把它放在礼拜 2的位置 那怎么做 首先的话应该什么 把它原来 这个公式后面减掉什么 减掉 应该是第一天的位置 OK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你把它减掉 3的话呢 它变成 1 就变成 在这里了 因为它原来已经有1 所以你特别注意 一定要把它 它原来位置的1 把它加回去 所以加1 如果你没有加1的话 位置会 会等于 向右多跑的一个位置 记得这个位置要固定 所以记得在 L4 上面按F4 或者前后啦 你手段也可以打 按F4 它会在这个储存格 前后加前的符号 打个勾 OK 那我们可以向右 向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他就会 把第1天的位置 放在这里 OK 所以第1步我们就完成 1 放的位置 OK 那第2个的话呢 我们要把什么呢 把31以后的这些去掉 所以31以后的去掉呢 另外还有什么 1以前的这些去掉 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呢 不能显示 显示的话基本上只要显示 1到30 其他非1到30以外的 数字呢 不要 让它显示出来 所以第2个 该怎么做 第1个我们是 让它移动位置 减掉L4 加1 OK第1个 第2的话呢 就是说呢 把小于1跟大于30的不要显示出来 所以这边其实基本上有 有一个逻辑 这个逻辑的部分的话就是 小1 小1 会变成说 第2个条件 或者是 大于30 不是 而且 因为这两个 不可能重叠 所以呢 小1 或者是 大于30的 不要显示 不要显示的话 我前面讲过 不要显示的话 就是给它什么 空字串就可以了 两个双以后 可是呢 我要怎么样 把刚刚讲的这个逻辑 加到这个公式里面 接下来呢 相对比较麻烦 我们会需要 把上面的这个公式 放到逻辑里面判断 所以特别小心 这个公式会非常冗长 首先的话 不包含等号的部分 减下来 OK 再来第2步的话呢 插入什么呢 逻辑判断 什么逻辑 if OK 如果 那接下来的话有两个条件 小于1 或者 大于30的 不要显示 那如果两个条件 一般习惯是 如果或就打个偶 钱刮斧 记得 有第1个条件 做完之后 逗点 第2条件 逗点 第3条件 你可以很多条件 最后记得 加一个后刮斧 或 偶尔 钱刮斧 把刚刚的条件贴上 这个条件 这个条件怎么样 如果这个里面的资料 假如怎么样呢 假如是 小于1 OK 第1个 逗点 逗点 第2个条件的话记得 再把刚刚的那个 复制的那个公式 Column 这一串 贴上 第2个 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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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本月的结束 就是这个 储存格 记得 选取完之后 今天按 F4 因为这个位置 将来向右向下 也会变动 好 我们完成之后 记得在后面加一个 后刮斧 后刮斧 那这个后刮斧 实际上就是偶尔的后刮斧 就是偶尔 记得前刮斧 第1个条件 逗点 第2个条件 OK 后刮斧 这样就完成了 那如果呢 刚刚讲的这两个条件 如果为True的时候 为True就是 0 -1 然后31 一直到 后面40 那 我们就把它清除掉 那清除的话就是两个双以后 意思呢 就是 这些资料就不要显示 反之的话呢 就是在把刚刚的公式再贴一遍 所以你会发现 刚刚 用这样的方式好处就是直接 就可以把公式贴上了 那缺点就是说 你会发现 这个公式其实非常的冗长 OK 那当然不是自己一次打完的 如果用打的话 那还得了 一定 会蛮容易出错的 那你想说那为什么会需要这么冗长 有没有 能够简化的方法 但你如果要简化的话 变成说你可能要 多一个储存格 放这个资料 是也OK 不过其实用VBA来写的话 它可以多一个变数啦 只是说这边 我一般习惯还是 就从头到尾把它做完 OK按确定 好 那我们来试试看 看看能不能小一一的 通通把它删掉 对删掉 正常的 正常还是 所以它的规则是 这个 小一的 帮我清除 清除的话就跑这个清除 反之的话呢 就这个 下面的话是大于30的 也帮我清掉 OK 好那这样的话呢 你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得到的结果 就会是 我们要的 这个 1到31的这个讯息 1到31的讯息 但你想说 如果老师我今天想要7月份 可不可以 也OK呢 其实 因为我们刚刚做的部分 通通都是从 这边跟这边取得资料到这里 OK 有没有 所以 这个是用Date 这个是用 E-Date 所以呢 如果今天只要变更 这个月份到7的话 你Enter 那你会发现呢 因为我这个数字带过来 它会跟着连锁反应 所以 得到的结果呢 应该也会是 7月份正确 一模一样的月历 OK 这样子 就OK了 那 这个是第1个部分 那我们就把这个年历 给做完了 那 再来的话呢 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这边呢 刚刚讲的部分 分别完成 那 因为呢 这个公式相对比较冗长 所以特别 特别小心 那我再把 重点 稍微说明一下 第1个的话是 里面的公式 我是先 把这个公式 减掉 L4加1 第1步 第2步再把公式 减下来之后 插入 到 这个if 里面 因为if里面的话 有两个条件 所以我们用偶尔 偶尔第1个条件 第1条件的话就是 它如果是小于1 或者 第2个条件是什么 大于 L3 特别注意 L3记得 一定要 把它 前后加前的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向右向下 这个动作如果做错的话 那你可能也会做失败 这个可能要特别想 向右向下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至于呢 细节部分 假如说你怕做错 我又把 这个刚刚我做完的这个逻辑 也贴到那个云端白板的第3页 请各位 试试看这个部分好了 另外的话 这底下我有再补充 如果你今天 假如要做出来结果 不是像这边是121 1到30 而是类似像这样子 有年有月有日 或者像刚刚那个 江红是说 只要月跟日的话 不管 如果你要做出类似像这样的格式的话 其实 我们就可以在这上面 再加上去啦 只是说 这边的话相对的话 会 变得更复杂 因为现在的话 只有日 所以变成说 如果你要月 那就是 多需要一个month 然后呢 month的部分就在上面 所以把这个加这个 那如果你要年的话 就是再把这个加上去 所以还是要用的date date 这个加这个加这个 那也许可以想想看 如何可以把它变成像这样子 年月日 或者是要月更日 部分 那请各位试试看好了